随着不断的长大,我们承担的责任也会越来越大,当女生有老先有小,还有每天工作的时候,你会不会感觉到疲惫?怕孩子学习跟不上,怕老人生病,无人照看,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让你十分头痛,这个时候你肯定很希望,有人来帮帮你,哪怕一点点也好。 如今,手机游戏兴起,孩子的自制力受到了严重挑战,网上也经常看到老人走丢的新闻,MIUI为了更好地让家长更好地掌控自己的家庭,更省心地达到上下坚固,全新打造亲情守护功能,对每个家长的帮助都会不小,亲情守护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对孩子手机的各类应用的客用时间进行管控, 同时还可以查看孩子和老人的实时位置,比如,可以把孩子的游戏应用,设定在客运时间可用,设置时间限制,不让小孩子通宵玩游戏,还可以设置安全围栏,为孩子和老人划定安全范围,让家长手机和孩子手机形成绑定。 并不困难,在孩子的小女手机中打开安全中心,进行绑定该手机必要的安全认证,之后会出现家长端的二维码下载地址。 家长下载地安装相应的APP后,扫养孩子的手机即可,该功能或是有很多人不理解,设计孩子的隐私问题,但对于游戏时间的管理,还是很有必要的,毕竟孩子的面对游戏的诱惑,还是很难克制的。 而检测老人的位置,对于上了年纪的老人来讲,这样的做法还是很让家人放心的。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